大家好 歡迎收看波浪七我是讚洋賓 今天要和大家來分享 URX NIO 7N座樂活版 在我過去兩個多月的使用裡面呢 它的空間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C-Lan汽車訂閱平台是最新潮流 讓你能用更自由的方式享受開新車的樂趣 且完全不用考慮牌照稅 各種保險還有保養的費用 逐月期滿你可以續租 可以退租 也可以把車買回去繼續開 本次介紹的URX 7N樂活版 就是站長向C-Lan訂閲的 目前C-Lan還有提供以月為期的短租訂閱方案 給大家一個更彈性的選擇 首先我們從URX的外觀尺寸來看 車長4725毫米 也就是4.7公尺 這樣子的尺寸在七人座的車長裡面呢 其實我覺得算是中等身 如果我們跟5008來做比較的話 URX它的車長還長一點 但重點在於它的軸距 URX它的軸距是短的設定 它的軸距是2720毫米 也就是2.7公尺 這樣子的軸距如果我們跟四門房車來相比較的話呢 最近有一台CIVIC EHAB正要上市 那我看了一下它的數據 它的軸距是2735也就是2.7公尺 所以URX的軸距呢 其實是比CIVIC EHAB還要來的短的 那這也就造就它兩個部分 第一個 轉向 在市區裡面轉向 URX是非常靈活的 也就是它迴轉的半徑可以非常的小 第二個部分 由於它軸距比較小 但做成七人座 所以我認為它的內部空間是稍微一點受限的 在軸距的數據 如果我們再跟前面提到的5008來做比較的話 5008它的軸距是2840毫米 2.8公尺 就明顯的要比URX來的是長一些 也就是在車長的部分 5008稍微短一點 可是在軸距的部分呢 5008是稍微拉大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車內的空間 駕駛座的空間 其實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到 我自己是認為說 如果我把駕駛姿勢調整好的話 由於它的方向盤是只能做上下移動的 是沒辦法拉出來或是推進去的 所以在我的駕駛姿勢裡面呢 我會覺得 腳是沒辦法往前延伸的 這也跟剛剛前面提到的軸距有關 因為前輪其實離駕駛座是非常近的 所以前面腳的空間呢 就受限了 如果說我把腳的位置呢 座椅的位置調成是我腳是比較舒服的 那麼我離方向盤就會稍微有一點遠了 除非我把座椅調得很正 這樣子才是一個正確的駕駛姿勢 所以相對來說就是腳前面的空間 會因為它的軸距是比較短的 雖然是比較靈活 但是空間始終就是會受限 除了腳的空間之外呢 我覺得URX它大體上 車室內的空間是非常的大 非常寬闊的 由於前面談到 就是腳的空間是比較不足的 所以我有把座位調得略高 維持我膝蓋的角度 那這時候我又會發現 其實兩邊的扶手呢 是稍微一點略低的 那這時候我覺得URX在座位上呢 由於前面的空間不足 所以會造成其他部分呢 你需要去調整 或是你自己需要去適應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到副駕的空間 如果我把椅子調得跟駕駛座 前後位置是一樣的 那反而我覺得前面的空間 腳部的空間 倒是蠻舒服的啊 你腳可以往前延伸 或是你踩在地板上 我覺得都還算舒服 另外呢 我覺得置物空間來說呢 上次有提到 前面的置物空間 是少了一點啦 大概只能放進原廠的資料 還有一本書 放進去 基本上空間就滿的 倒是我覺得側邊的部分呢 空間是還蠻多的 另外整體視野啊 或是我覺得空間感 我覺得都還算不錯 接下來我們到第二排來看看 首先呢進來以後 你會發現 椅子呢是六四分離 而且 因為這兩張的位置呢 不一樣 前後位置不一樣 代表說它是可以前後移動的 所以我們來調整 調整按鈕在下面 可以往後移動 如果我坐在上面呢 應該可以把它往後調到底 嗯 這樣子就是調到底了 那因為前面呢 剛剛已經是調整成我開車駕駛的姿勢了 所以可以看到如果我到後座 而且我把椅子往後調的話 前面大概還有膝蓋的部分呢 是還有兩個拳頭的空間喔 所以算是滿寬敞的 而且呢 其實它的椅背的角度也是可以做調整的 所以可以根據你在旅程中的需求呢 想要睡覺啊 或者想要坐得比較挺一點看風景 可以做個調整 另外呢 頭枕也是可以獨立調整的 坐到後面呢 我發現其實頭部的空間是滿好的喔 大概還有一個多拳頭的空間 而且整體來說呢 後面它有冷氣出風口 而且風量呢 是可以在後面做調整的 實際上啊 因為通常後面是坐小孩嘛 所以小孩睡著的時候 爸爸其實可以選擇呢 可以幫小孩把後面的風扇給關閉 也就是後面出風口呢 它只會剩下微微的風量而已 或者說如果你大部分時間是後面沒有坐人的話 那你假如開前面的冷氣的風箱 就前面冷氣出風口就好了 所以在後座呢 空間是這樣的 我們從右邊的角度來看呢 它在後座的部分呢 它有給你很多前面的置物空間 而且這邊還設計了一個小的掛鉤 你可以放鹽酥劑放珍奶在這邊掛著 可以開始吃東西 以RUX的設計 如果要從 要進入到第三排的話 應該是從右邊 當然這也是我們如果停車的話 就是靠右邊 那這部分呢 我要回到前座 展示一個給你看 今天呢 如果有乘客要從 右後方來進到第三排的話呢 駕駛這邊有一個功能按鈕 就是我讓第二排呢 收折起來 按下去了 嗯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自動的會收折起來 然後乘客呢 就可以進入到第三排 進入第三排之前呢 我把兩個座椅都移到最前面 給大家看看 如果座椅往前推的話呢 原本 剛剛膝蓋還有兩個拳頭 現在大概就是不到一個拳頭啦 不到一個拳頭的空間 但我覺得也不會說離到很近 那我們到後面看看 把後面的第三排座椅放下來 先把座椅解開 放下來 拉起來 其實URX它的車高設計是滿高的喔 有175.5公分 所以進去是滿容易的 坐進來拉 當然啦 對於接近180公分的人來說 還是有點窄 不過旅程如果不要太長 或是小孩子的話 是還OK啦 我們之前有測試過 公司的比較嬌小的女生呢 坐在後面也是勉強OK啦 後座中間如果不坐人呢 它還可以變成是扶手 有兩個飲料杯 大概是放兩瓶600cc的寶特瓶沒問題 如果是500cc的手搖杯 可能會有點打架 樂火板的重點就在於 第三排可以收折起來 收折到兩旁 而中間呢 是可以置放老人家的輪椅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把斜撥板放下來 首先 第一步 下來 第二步呢 有一個扳手 扳起來 就可以推上來 固定在這邊拉 這下面有非常多的固定鈕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 輪椅可以很順利的推進去 到這邊固定 再來我們把它收折起來 卡住 捏鎖 放下來 這樣子我們平常不管是要載貨啊 或是要載腳踏車 空氣也是蠻大的 以上呢就是我針對URX它的空間的分享 那URX其實跟著我已經滿三個月了 今天呢我要把它帶去還車 要換另外一台福斯的 2023年款的T-ROCK 330 R-Line 那不管是針對URX使用上有什麼問題 或是大家對於T-ROCK 330 R-Line 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MOTI在陽兵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下一支盜竺